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旧物改造来命题了 我们这次蓝队的女选手呢平常喜欢吃零嘴 那她最喜欢吃的呢就是开心果 每次呢吃完了开心果之后呢一大堆的皮 她呢一边看着交换空间一边想 可不可以再利用一下呢 因为看上去一个一个的开心果的皮 很像是花瓣 所以这次呢我们干脆就慎了她的心愿 咱们这次的旧物改造呢就改开心果的皮 你看这是什么 大白桶 还有这个 保鲜膜 对 还有胶水 你用这仨做东西啊 对 能做出什么来呀 把这个开心果皮一个一个挽好 然后呢用胶水把它粘上 这样转着圈按着这个桶龙幅顺序粘下去 就好了 哎老公你看你这个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看这颜色白的黄的黑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颜色都有 这个我倒真没想到 那怎么办呀 嘿嘿嘿 你又得看我的了 看看这是什么 指甲油 对 就是指甲油 回头呀 我给她涂两个颜色不就漂亮了吗 也统一了 嗯 老公 你看我都做这么大的牺牲了 把我最喜爱的指甲油都贡献出来了 你就告诉我你做的这是什么呗 嗯 我偷偷告诉你吧 行 哦 哎这创意不错啊 别说啊 咱们把这个权限留给观众 行 等大家投票的时候就知道了 期待吧 这时红队也开始动手改造了 而且他们制作的步骤还不少呢 先用硬纸壳做一个相框 然后呢 咱们可以把黑青果壳用胶粘在一起 再给它们上面涂上各种这样的颜色 做成一朵花的样子固定在相框上 剩下的这些壳呢 嗯 可以在上面画很多的表情图号 然后拼成一个爱子 在这个相框的中间 我们爱的多个花也做好了 是啊 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爱子 你画的这个表情的这个想图号 非常好 肯定比蓝队做的强 我也是这样想的 咱们现在赶紧拿去评比吧 肯定会以25.5 以24.5的票数显身的 嗯 这次旧物改造的命题呢 有点刁 改的是开心果的那个小小的果壳 先来看蓝队的作品 是一支非常小小的吊灯 那这个吊灯呢 外面的这个外罩呢 都是拿开心果的果壳给粘起来的 是用502胶给粘起来的 然后呢进行了上色 有一边呢是白色的 有一边呢是这种珍珠色 这是什么呢 这是指甲油 指甲油非常的亮 很有装饰性 而且呢 它涂出来的颜色非常有质感 再来看红队的改造 红队呢是做成了一个 有点像相框一样的摆件 先是拿这个纸壳做了一个块 然后里面呢拿开心果壳 拼了一个字 远远的看就知道了是一个爱字 每一个开心果壳上呢都是有一个小小的表情的 这个块呢做了很多装饰 比如说这个铁丝 做了卷草纹 然后这个花呢也是用开心果壳拼出来的 而且上次用的竟然也是吃着油 两边没有刷量过 这属于英雄所见 略童 我们现场呢有50位交换空间的热心的观众朋友 请告诉我你更喜欢红队的改造还是蓝队的改造呢 因为之前也看过很多机的交换空间了 然后就很多选手都会把那个旧物改造做成画框 所以就相对来说取少心意 但是那个小灯是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投给了那个蓝队的小灯 我把童谣使用投给了蓝队的 一幅爱的画 他们这个比较大戏 也非常有爱 把这幅画挂在家里也很好 到底是小台灯更受到青睐呢 还是我们的相况更受到大家的赞赏 接下来我要去数一数冰糖球